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 本期话题呢我们讨论一下蓝里 针对大问题期呢我们介绍了不少的城市 本次呢我们该介绍的蓝里了 下一期呢我们准备介绍高桂林 但是因为现在比较忙嘛 我们抽空做这个视频呢 也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可能需要点时间 本期呢我们重点介绍一下蓝里 蓝里呢离温哥华的市中心 大概是45公里左右的路程 整个的来说蓝里呢发展速度算是比较快的 蓝里的城市呢因为它有80%以上的面积呢 是用于农产品的生产 也就是农庄 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蓝里的整个的规划呢 并不是说像温哥华呢 像瑞治湾、Bronabi那样的密集的高层住宅 它最高的是7层以下的公寓 大部分是在盖的是连排别墅 少量的独立房 这是蓝里的发展曲市 因为它的地缘关系的原因嘛 毕竟开车到温哥华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房价还是便宜一大块 大概房价的话 按照连排来说应该是只有 温哥华市区连排别墅的三分之一的价格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要是想逃50到60万之间买一个连排 在蓝里是可以做得到的 我说的是大概三房的 1300尺到1500尺的 如果你想买一个别墅的话 那么在100万以下 在蓝里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整个的公寓呢 可能就更便宜一些了 因为毕竟在蓝里购买公寓的人 输的不是很多 因为它的价格便宜嘛 所以的话呢 也有一部分消费群体 整个的来说连排是比较适中的 因为它的价位也能负担得起 又有house的那种感觉 还是受很多人 很多年轻家庭的追捧 华人在蓝里之夜呢 第一个首选的社区呢 就是Warnet Guru 这个与华人的传统习惯有关系 因为我们标准最多 其中最不可少的有孩子的家庭 一定选择学区优秀的地方 那么Warnet Guru也叫核桃林 是学区比较优秀的社区之一 华人比较密集 相对来说的话呢 可以办办春晚呢 搞搞一些文体活动啊 甚至教会活动啊等等 可以做得可以办得起来 这样的话呢 华人就有一定的社区里面 有一定的影响力 总而言之也不闷得上 这样的话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华人家庭钱 去购房置业定居 这几年的形势又有变化 部分华人家庭呢 也在Vlogby去买房子 Vlogby是个新区嘛 整个的来说原先是庄园 现在都批成了小兴别市 小兴连排别墅为主的这么一个新兴社区 可能有个项目还没建完啊 正在建有些刚拿到地正在准备开建 我们在兰里居住呢 有这么几个考量 一个呢就是他的房价还是能够承受得了的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学区还是不错的 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购物还是蛮方便的 再有一个因素呢就是最近热火朝天的在炒作的 就是宿里到兰里的天车概念 这个天车的这个下呢 几经周折最后定到了Kindjonger那一站 然后沿着Freezer High高速 直接到兰里的市中心 也就是Villa Brook购物中心 中间有若干站 沿线的炒作呢 土地的炒作呢 其实已经在两年之前开始了 这里特别说明一点 土地的炒作呢要客观的冷静的去下手 不是说一概什么都好 比如说你要是在两个天车站之间左右都不靠 十分钟走不到天车 那么你只享受了他的噪音 并没有享受他的声音空间 天车的声音还是蛮洪亮的 这个相反在天车站步行十分钟只能能到的地方 那么还有可能将来规划成 我就说很有可能就是大概率事件将来会规划成 一些中高密度的住宅区 那么你的土地升值也是可观的了 即使你是个独立房没有规划 那么因为你步行可以到天车站 你出租也是一个非常分分钟就可以租出去的这么一个优势 所以要一分为二的去看这些问题了 蓝里来说的话呢 它的最大的购物中心应该是Villa Brook这个社区 Villa Brook社 Villa Brook社社区呢 它现在呢 大动华正在里面做装修 未来估计不久就会开业 这个呢可能更进一步刺激了华人 在蓝里的购方之夜和安家定居 因为蓝里有了大动华之后呢 他就没有必要跑到宿里去大动华去买中国货了 因为中国味还是需要中国味 所以的话呢 买中国味道的食品呢 还是去大动华比较全面一点 蓝里只要有了大动华之后呢 可能人们会光顾Villa Brook的机会会多一些 下面呢 我们说一说蓝里的这个房地产的整体取势 大家是最喜欢听的 都是房地产的整体取势 明天怎么走呀 下一步怎么走啊 是不是支弹入场啊 等等这些是大家都关心的话题 整个的来说的话呢 蓝里目前有这么几项指标 在大湾地区的排名 蓝里呢 他从房子的价格来说的话呢 他排到第八位 从涨幅来说呢 他排到第六位 从这个最快成交来看的话呢 上市天数来看 他排到第七位 在蓝里来说的话呢 他的价位还是适中的 增长速度还是不错的 卖的速度和增长速度 实际上是匹配的 卖的增长速度越快 那么卖的就越快 我们看一个具体的数据 从价格来说的话 大湾成数里面排到第一位的是 这个西温 西温呢 他的成交价呢 是他的现在的房价呢 平均值是2.8个米里 中间值呢 是2.4个米里 就是想当然的领头羊 排到第八位的呢 蓝里啊 是平均值 房价平均值呢 是88.6万 中间价呢 是66.3万 这里说一下 为什么平均值和中间价 差这么多 这是因为呢 这个采样数据呢 并不全面 因为受到疫情的冲击呢 采样数据呢 就比较少 少的话呢 这个数据 这个偏差就比较大一些 只仅仅是用于做参考 因为疫情期间呢 我们温哥华的房价呢 大湾地区并没有降到哪里去 是向下是有支撑的 向上呢 略微涨了一些 具体涨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看一下数据 这个大湾地区呢 这涨幅第一名呢 是宝云岛 这个可能出乎很多人的预料 它的涨幅呢 是涨了109.5% 这是和今年和去年同期相比啊 比如说今年的6月份 和去年6月份相比 大概就涨了109.5% 这个虽然说并不科学 但只是一个参考 但不管怎么样 说明宝云岛还是受人追捧的 第二名呢是Delta Delta的涨幅呢 今年6月份和去年6月份 相比是涨了28% 涨幅还是蛮大的 当然这并不代表 买一套房子都在涨这么多 因为有个别的地段 个别的这个户型 还是不那么受欢迎的 蓝里排到第五位 蓝里的涨幅呢 排到第五位 蓝里他去年和今年的涨幅 相差呢是12.6% 也就是说今年买同样一套房子的话呢 平均比去年要多花12.6%的钱 为什么这么这个样子呢 是因为去年2019年的春天 是房地产市场的一个短期内的冷冻期 价格呢是比较低的 充交量呢也是比较少的 尽管今年的疫情发生在3月4月5月 一直是到6月 但是房价还是蛮坚挺的 价格没有下去 这个涨幅可能主要是发生在1月份和2月份 房地产市场是比较火热的 那么涨幅下来之后呢 尽管发生了疫情并没有下去 这说明方案 这代表了文国华房地产市场的特点 下部有支撑 上涨呢要不就慢一点 要不就快一点 只是说一个快慢的问题 文国华的房地产市场 只要有明显的下跌 进场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信号 因为在等着它断崖式下跌的情况 可能还没有发生过 因为在历史上来说 没有明显的这种断崖式下跌 往往都是快速的软着陆 然后又迅速的进入到慢牛通道 这个呢是与文国华的地缘关系相匹配的 因为毕竟全加拿大就这么一个好的地方嘛 从气候来说 是其他城市没法比特别是在漫长的冬季啊 文国华尽管雨水多一点 但是它毕竟你可以在室外活动嘛 不是说大雪漫天飞的这种季节嘛 这是温国华的大温地区的这个 这是栏里的房地产的涨幅 今年比起来涨了12.6%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它的市场成交天数 就是每一套房子挂到市场之后呢 多少天能卖掉呢 最快的第一名是塔巴森 塔巴森第一名呢 它平均每一套房11天就可以售的了 就可以卖掉了 那么第二名是波摩迪 15天卖掉 我们这个栏里呢 大概是22天就卖掉 还是比较快的 我记得去年大概要一个月以上才能够卖掉的 有明显的进步 这说明呢 今年的房地产市场整体上说呢 接近历史的平均值并不是最坏的 尽管疫情是最坏 有疫情的影响 经济并好不得哪里去 但是房地产市场的坚挺 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那么像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呢 在温哥华买一套房呢 是可以让你可以就值得放一放 放一放之后呢 因为疫情过去之后呢 房地产市场会有一个复苏 复苏的过程中呢 就可能有点钱赚 短期炒作的人呢 可能要等一等 因为现在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嘛 不过已经感觉到房地产市场 看房的人最近两周明显得多了 这里说一句啊 我们做这个 我做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2020年的6月26号 这个视频里面的信息啊 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数据具有时效性 就是过了时间就不一定有效 因为它毕竟每周都不同 每个月都不同 每年更不同 所以的话 不要呢 将来不要翻开我的录像之后 我的翻开我的视频之后 再回来找我 说你说的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为什么没有怎么样 没有怎么样 结果 其实房地产市场该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并不是说我说怎么样 它就怎么样 任何人没有准确的预测 预测只是一个大概率和小概率事件 会发生什么 所以并不是那么准确的 准确的预测 是没有人能做得到的 这里呢 我们再回头再重点强调一下 在栏里购房的时候 在哪里购比较好 为什么要在那里购 首先呢 购房的话 你要跑到栏里去购房的话呢 有不同的因素 一个呢 就是在那工作 当然学期也不错 你就还有孩子家庭 可能就近就买一套房了 还有呢 就是买房的话呢 要在这个华人比较多的地方买 尽量呢 不要买那些华人几乎没有进去的社区 因为华人选房的目标 标准是比较多的 能够满足所有那么多华人的标准的社区 一般的它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你自己去另批其境 去重新开辟一个新的战场 你有可能去到那个地方以后呢 孤军奋战 单目不成林 单思不成县 那么再加上呢 他毕竟不管政府怎么吆喝 这种种族主义还是有的 其实连华人都 都那个 对华人之间都可能有一些 省计 省一省之间的偏差 或者是地缘关系的偏差 总是有的 更何况不同辐色之间 不同民族之间 不同国家之间的移民过来之后 还是 那个 要叫 要 暴政团 比较好一些 有点事呢 好照应一下 所以买房也要考虑的这个因素 有些人不喜欢华人太多的地方 那么 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也是一个正确的考量 但是 单单去那些华人没有的地方 那个 一个呢 就是有些孩子呢 他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大人可能没所谓 各个各的日子 锁起门来 然后孩子在学校的时候呢 如果 是 性格又比较 封闭 不那么合群 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整个的来说的话 还要防止这一点啊 也是需要考虑的 对那些很开放的孩子 就是思想非常open的方法 到哪里哪里都能适应的 也没所谓的 所以就是这个要注意这一点 整个的 别的呢 因为 小汪呢 他格入华人比较多一点呢 他也有他的地 优势学校呀 交通啊 因为他跨一 进一号嘛 一号高速嘛 然后 这个购物中心呢 小的购物中心呢 然后 电影院呢 等等等等 都在那儿 新的大总华会开在 威乐布鲁 虽然不仅忘了 但是开车也没有 也就是十分钟 八分钟的这个事 也就解决了 所以的话呢 蓝利地区呢 随着未来 天车的开通呢 天车线的建设呢 它会从中受益 虽然说这个天车站的建设 目前还是只上滩 并还没有正式开工 但是 目前呢 市政府确定是 走这个 Breathe High这条线 一直拉到这个 蓝利的 这个蓝利City 的市中心 也叫Villa Broker 购物中心那边 会有一站 沿线的图呢 已经在网上 Google都可以Google的到 图站名的 每个站点都标出来了 是否最后需要调整 还未知 但是 可以作为参考 去做一些事情 当然要谨慎一些了 就因为毕竟这个 站的调整啊 线的调整 我估计可能已经不大了 因为 已经这个天车线路 已经调整了Rogans 一开始是轻轨 到Garefort 然后到Newton 后来新上了市场以后 来那个180度的大调整 把以前的方案彻底推下 彻底 彻底推翻 重新提了这么一个方案 不管怎么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希望越快上马越好 因为时间久了拖下去的话呢 一个是这个项目的预算会大大的提高 因为钱在贬值嘛 本来有一个 本来马上动功能 是可以够的 可能未来要超出很多了 所以 这样再办事情 可能就是这个速度了 去衡量它的好坏 整个的来说 今天能够介绍给大家的 就是这些 可能文字里面更详细一点 因为我们现在吸取了 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配着这个以视频为符 以这个文字为主 这样的话呢 大家有时间可以慢慢看文字的东西 介绍栏里的 有什么问题 可以打电话 我电话778-320-3708 我是买卖房子的地产经纪 陆广辉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